是不是外来种寄生 担心大树的养分全被吸走 那可不得了 这阵子在细子五指山上的树上面 都出现了一种外来种的植物 覆盖在里内的绿色树木上头 而且随处可见 就担心是小花曼折兰问题很大 所以在借货成情之后 原料正良也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发现他是杨洛奎 只是对于大树有什么样的影响 相关单位表示得要回去再演绎 来到长青山区可以看到矮墙上 全都被这外来种的植物给占据 而且全部的树上头全都被覆盖 里长和李明就担心是小花曼折兰 因为小花曼折兰是威胁本土植物生态的强势 外来种被视为植物杀手问题很大 而且里长说现在越长越多 几乎好几个地方都看得到 最近从我家后院 那个等于是路边 那发觉这个爬的累蛮多的 一直爬在树上 那像树上如果被他周盖的时候 就缺少阳光他自然就会死掉 那以为我家后院之后 我家后院清除掉就好了 结果民众一直在报这个小花曼折兰 那因此上我们就赶快发文给公所 请公所跟议员这边来协助 那快速来处理这个事情 不然整个山西都是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最近有这个里长还有乡亲的反应 就是说有劣势小花曼折兰的这种爬藤类的 在很多地方都在都在成长 那今天我们请荣卫吉来 在接获成情之后 议员廖正良也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只见真的是不论大树小树上 都被这植物给覆盖住 而现场看了之后发现是杨洛葵 只是不论是什么 对本来的树种有没有危害 会不会吸光养分地方很关心 已是小花曼折兰 那公所还是市政府的农业局 也有讲说他会回去查清楚一点 但就算不是小花曼折兰也是要清除 对现在有一些樱花 比较好的树种都被它覆盖 都要快速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是外来种 可是到现场看了之后 认为这个相似类似的爬藤类的植物 我想请他们带回去做研究一下 假设是小花曼折兰的话 这个是外来种会侵害我们本地的植物 一样是绿色植物 而且还会开好多的小白花 看似无害 只是现在大小树上全都被覆盖 也担心底下的树没办法享受阳光型光合作用 而接下来相关单位也将回去研究 再看怎么改善 旧陈慧玲 西纸采访报道